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是一件事 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要得到一些保护 例如在疫情之下,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要洗手、戴口罩等等 这些都是保护好自己 另外在保护好自己之外,我们也会尝试保护其他人 保护你身边的人 有时戴口罩不只是保护自己 是保护其他人 所以这个护字在佛教里面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护法这个说法 护法的说法是你觉得强于佛何 为什么他还要护法呢? 其实在佛陀的生命里面都需要有人保护他 因为我觉得善良 有时有善良是需要保护的 可能我们现在觉得人善人欺 就是你越善良就越多人欺负你 那这个是我们社会造成我们的一个 我觉得是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社会觉得善良就会被人欺负 那还有谁会去善良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 你越善良越有人保护你 或者是越善良越多人 是会觉得你这个才是对的 那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多人 会是选择用善良的方法去做事 所以佛教里面是鼓励 你去善是需要保护的 所以护法是这么重要 那在佛陀的生命里面 其实是在他菩提驻客静坐的时候 在他人生的片段里面 都有人会是保护他 保护他的是龙王 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件很漂亮的佛像 一件是吉免王朝 即是柬埔寨吉免王朝 大概是十二世纪的一个造像 这个造像就说到龙王 如何去护佛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这一尊的佛像 他本身是很漂亮的 他这个故事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家耶 在一个菩提雪下禅定的时候 突然就是遭逢七天的大风雨 这个大风雨 他坐在雪下风雨催他 淋湿他 但是他得到附近一个叫做 木珍灵陀龙王 其实在印度的文化里面 我们经常在佛经里面 所谓的龙王是蛇的意思 这个木珍灵陀龙王 这个作品大家看到 其实就是怕佛陀被风雨所损 所以他就在他的动狱那里出来 然后就是摇佛身七圈 然后他的头 好像我们看到眼颈蛇 然后他的颈部头部会放大 这个作品就是艺术化了 当然是放到很大 然后帮佛陀遮风挡雨 你看到佛陀的面相 是比较长和圆的 那他头上的肉计 就是他头上的肉计 就是会调低 情追逐 那是拿法 佛陀五官非常之 非常之均称 然后他的眼睛 微微睁开 然后嘴唇是闊口 然后这个笑容 我们看到之后 任何人看到这个佛陀的笑容 都觉得他是非常之慈悲 其实这个故事是非常之有名的 就算智者与佛陀 他都会是需要保护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时是需要 如果你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找人来聊天 都是可以的 因为每个人不是单独生活的 是需要其他人的互相的帮助 所以这个也都令到 我们去看到 在佛教里面 是互相的守护是重要的 他重要的地方 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 是互相关环 刚才看到了 那尊这么美的佛像 说的是 当佛陀很聚精会神 去做这个禅定的时候 都需要其他人的保护 那我们也应该 对于其他人 当他们有需要 比较耐用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去保护他们 所以在这个时期 就算我们在家里 我觉得 都可以利用科技 打个电话给人 多点打电话给父母 虽然我们不能去探他 但是多点去问候 甚至于在你身边 你知道有些人 他比较是内向的 比较不是那么主动 在这个时候 你都可以多点去打电话给他 我觉得 在这个佛像里面 我们看到守护的重点 彼此守护彼此的善 当人家在心里面 低潮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点的 caring 这些都是这个佛像 可以看到 但是最终极的是 守护了之后 如果这个社会 是多些人 是会相关于彼此 我觉得 是会是 更加美好 尤其是 在我们现在世界 受到大的挑战的时候 这一尊的龙皇和佛像 是提升我们 在彼此的观望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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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